啊堂叔家的呀 堂叔家的 所以刚刚表哥都在说 堂叔他们在家里面他还不敢出去 今年的核桃可能还要等一个月 等一个多月 什么有什么问题 什么有什么问题 天娃收到了 说是你想要多买一点新鲜核桃 好的 我把瓷巴打来 今年买我家的核桃吃 可以 但是我不知道新鲜的核桃能不能 卖哈 不知道 确确实实 因为我们卖的都是干核桃 干核桃 新鲜核桃我到时候看能不能卖吧 没有哈 没有 这个这段时间 一直没有联系的哈 好了 休息就够 就回家吧 回家 然后我收的有一点点山货 给你们带一点 对对对 新鲜的就是害怕在运输中 会坏掉 知道吧 打下来就可以卖了 皮呢皮不包吗 就要干核桃 干核桃的话家里面还有 每天早上扫马路的话不用 基本上就是需要 四五天扫一次 四五天要扫一次 再戴个帽子 哇 真的是 中午好 家们晒了 等一下哈家们 因为太阳太毒了 我都完全看不到你们 说的话打的字 我们这里好热吧 我们这里好热吧 还好今天 还好只是说 我刚刚就是顶着太阳 在那里打瓷吧 我顶着太阳在那里打瓷吧 所以就会 有一点点热 就有一点点热 刚刚 你一个人做直播不行吧 好累 太累了 没事 也要习惯的呀 这个东西 它就得要 习惯的 哎呀 到家里面了 坐会儿 扫马路的话呢 要挣钱的嘛 家人 那个要挣钱 扇扇盖的房子 对啊 不然的话 住哪里呢 嘿呀 嘿呀 嘿 嘿 做好吃的 行 都喝水 好的 嗯 那个上面 叔叔家也有可以喝水的 叔叔家也可以喝水的 知道吧 脸都是红彤彤的 打瓷吧打出来的 太热了 太热了 加什么 我家的核桃好吃 谢谢 周哥回来了吗 没有回来 周哥没有回来 周哥来了 在哪 你看我这还要起了个泡 打瓷吧打出来的 看 太辛苦了 那农村生活它就是这样的呀 都是这样的 越来越漂亮了 没有哈 家里面没有电风扇哈 家里面没有电风扇 对对对 扫的是公路 扫的是公路 就会给 嗯 村里面给贫困富 会给他们 扫公路 然后这样子会有钱 政府会给钱 政府会给钱 你们咋知道我扫公路 嗯 周哥有周哥跟联系吗 没联系 这两天没联系 前一段时间 打了电话 但是这几天没有联系呢 对自己努力加油 然后我们这边 我跟你说 不是每家每户都能扫地的哦 不是说你 我跟你说 村里很多都 争着抢着去扫地的 但是是把名额给我们加了 把名额给我们加了 因为我们家是贫困富 没事的王爷爷 没事不用 夏天在家里面不是很热的 就是干活的时候要热 我都习惯了 我从来都没用电风扇 这些 嗯 为了生活 那肯定的 要为了生活 那生活肯定要加油的话 你有看到我扫路呀 真的吗 怎么第一凭控户 就是家里面的情况 这样子去弄的 就家里面条件不是很好的 就会 我也不知道 我也不知道 这哦对对对 好的我给你拿 我去给你拿那个 人家都等了好久了 等了好久了 哦呦 今天多起了一个泡 哎真没用 我把它捅破 有个水泡 看到没有 我拿捅破 这看起来好痛 可能就放着吧 加油好的加油加油加油 谢谢叔叔阿姨们 一切顺其自然 对对对 我没有哈 但是我该 该有的所有 我自己该有的态度 还是有的 我就跟他 因为我要做好我自己 我还是有问他 就是 嗯 让他怎么怎么样 就是照顾好自己 叔叔 有没有好一点 这样子去问的 还是有 这样子去问的 知道吧 哇我的手 都成两个颜色了 看到 不要搞 不要影响我的生活 嗯好的 我也觉得是这样子的 来家们 我就去给你们 嗯 关心我还是有发消息的 电话倒是我没有打 我去给你们拿 那个金草 因为人家等了很久了 有个阿姨她等了很久了 给你们看一下哈 你要荞麦 荞麦的话呢 这就是没有打出来的了 我过两天去打的时候 再给你们上好不好 只有干的那种 荞麦粉还没磨出来的了 粉磨出来的 只有家里面几斤 就够我们家里面吃了 好不好 随风家人 来你们看一下金草哈 金草 哇 味道好浓呀 好久没有收到金草了的 看 对 这个叫做金什么 蟹什么哈 但是这个不能去说 因为它这个东西 是被我们什么什么 保护起来了的 是被保护起来的 所以的话呢 我不能 甚至在这个平台 它平台不允许 把平台把它保护起来 我们不能去说的 这个叫做金蟹年 刚刚一下子说错了 它叫金草 为什么把它称之为金草 因为它的纹路 它的纹路是金颜色的家 你们自己去看 然后它所有的背纹 它背纹 还有我们的这个都是 看这个根根 这个是拿来干嘛用的 金草的话 那家们 有一句话叫做 南 呃 北方有虫草 南方有金草 这个东西 它是一种拿来 对于我们小干干 小脏脏的一个什么 免什么 义什么力的 代谢它的一个 不好的地方的 而且还有的一些 还有的一些就是什么 就是我们指指高 压压高 123 那个什么 很高的 叫他们去吃 它会有明显的降的作用 它降的作用是很大很大的 这个叫做金草 养什么 我们的一个小干干 小脏脏 明什么什么木 明什么什么木 金草它是一种很稀有很稀有的东西 你们记得 记得离我上次收金草 已经有多久了 一个月过去了 家们都已经一个月都已经过去了 对不对 那今天想不想要金草 想要金草的话 好像我的金草有 只有七两 家们只有七两对 七两的话 你们都知道我一两收的是120 是不是 想不想要这个金草 要金草是不是 我120收的一两的金草 只有七两 只有七两的话 就只有七个人可以抢得到 只有七个人可以抢得到 我就加6块钱的邮费 120块钱 一两收的 对不对 一块钱包装 这些都是包装 因为我们山里面给你们发货 然后我山里面有一个货车司机 一单一个快递 我是给他加一块钱的 那么就是127家们 127我能不能挣一块 因为挣一块钱的话呢 是 嗯 这一块钱的话呢 是我的一个辛苦费 因为我收来的 我每家每货 挨家挨货 这样子去走 有时候要去走更远的山路 行不行 那我直接给你们上128 我挣多少 先给家们说好 然后你们这个东西 对不对 你们能接的能接受 你们就去拍 上次不是这个价格呀 嗯 花开富贵家人上次是多少 你说吧 上次是多少 我看我能不能给得起那个价格 如果说我能给得起 我就给你们 因为我这个是挣一块钱 上次有一次的话呢 我是我自己家里面搞了一波福利 直接就是成本价给你们 对不对 直接就是成本价给你们 那今天128是我平常的卖价 那你们今天有没有想要的 想要的扣一波小一 我给你们榨一波福利吗 还是给你们就是不挣钱吗 其实